大家好,我们这支影片主要是要来demo一下用Lim来编辑,再配合.limrc这个档案的设定之后 Lim这个编辑工具也可以变得非常的强大 好,那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没有安装bin这个工具的环境下,要怎么来编辑档案呢? 其实我们也可以用BI,只是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天哪,惨惨惨惨,惨白色的,看了就往门过,跳过去 好,虽然说我们使用terminal是骇客的有狼狼,可是不是骇客也不用这么委屈自己吧 所以我们都值得更好的人生跟选择,而不像这条康庄大道的第一步就是使用bin 好,那刚刚有提到点binrc嘛,如果有事先存档了 好,我们就直接使用invp 然后打开之后你就会发现,哇塞,除了彩色之外,行号什么都有了 加上搜寻,比如说我要搜寻h,然后它都会帮我highlight起来 那我在这边介绍了两个pocket,第一个叫nerd tree 它会把整个目录结构都整理在左边侧栏,那你要切换的话很简单的 切换的话就直接按enter,它就会把你选取的档案显示在右边侧栏 那你要再跳回来选择别的的话,切换左右视窗 到左边视窗请按ctrl w加h 到右边视窗就按ctrl w加l 好,呃,呃,没有过去,好 再来我要介绍的是那个自动填字autocomplete的功能 好,我现在打个pa,它就会出现一个下拉选单 就是你可能会需要用到这些字 那你可以用上下键选择再加enter 或者是,呃,我按ctrl n下一个 它还会帮我自动填ctrl p上一个 好,然后接下来的动作就继续直接打一样ctrl n ctrl p 好,那我大概就demo到这里 有更多详细的介绍以及连结呢 我会放在hackmd当中 就请大家自己去阅读 好,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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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